054B的这个护卫舰 手舰下水 很多人说这是055万吨大区的迷你版 这么大一艘 逐步取代054A 是不是未来航母的反潜主力呢 我先讲前面那个 因为我上次我在这个 YouTube上看了那个Tony 就是美国讲的是标准的国语 但是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标准的 美国人的思想 那我也可以这样讲 他对中国大陆的发展是非常不屑的 除了他讲的那个这个要加以外 又说能够起降多少了 如果Tony你看得到我讲话的话 包含我们各位观众 去想我讲的一个事情 美国发展航母到今天一百多年 他终于有了一个福特号的电池弹射 第一艘三年半才出去海市 这是第一个 然后他的F-35五代的隐形战机 也才开始可能上这个电池弹射船 中国大陆从2012年第一艘辽宁舰服刑 到今天整整12年 他的电池弹射已经做出来了 第一艘福建舰 而且你等着看他什么时候海市 你就知道他这一艘船的电池弹射的成熟度 对海军的航母战力是这么巨大的 他是超越了美军的 他只有12年 然后他的飞机也是五代的 已经担机尖35要上去了 请问一下Tony 当你去买股票 你是买一个未来的潜力 还是买一个现在 现在美国航母是厉害 但是中国大陆12年发展到现在 已经超越美国了 你知不知道 你怎么还可以用这种轻视的态度 去批评中国大陆的这些海军呢 希望你能够站在公平的立场 你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你不要故意讲那个中国话好像你是中国人一样的 不是 你就是美国人站在讲那个话 那天我听到那我看了我真的是看得非常生气 接着我来说邓武士 邓武士逼这艘船我一看到的时候 我心里只有一个感觉 怎么这么漂亮 你去看看那个Google一下 看他那个船型 好漂亮 流线 现代化 你知道我感觉就是一个摩登 然后他当然这个报纸 杂志上讲了说他五大特色 我可以告诉你 他两个特色是我最惊讶的 第一个就是他这么小的船 六千顿 他的神盾系统有两个band 一个Sband 一个Xband 通常以前这个大概都是福特号 福建舰这么大的船 还有动物才装得上 你看他有小的船才装上去 这是第一个 但这个还次要 因为神盾这种两个band 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 我跟你讲 第二个其实最重要的 那才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 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艘船采用的是综合电力系统 那美国有没有采用这个船 有啊 朱瓦特 一直出问题到今天还出问题 我上个礼拜在节目讲过 英国也有一个 东武士 东四五 这个护卫舰还是巡防舰 造六艘的 预备计造时要只造六艘 外号叫码头王 问题重生 可是中国的第一艘这个船 造出来了 现在就在我们的眼前 又一次可以证明 中国大陆海军是弯道超舍 它已经超越在这些前面了 希望大家能够对 不要再去把中国大陆的海军 说得这么的不堪什么 紫老虎什么的 我告诉你 那是过去 现在已经真的不一样了 东五四B是一个海军的一个 所有舰船里面的一个 几乎是一个花时代的创新 如果你了解什么叫做综合电力系统 你就知道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内航真的看门道了 有没有 看出了 很多人没有看到的重点了 刚才优点 舰长一帮我们讲了 我再补充一下这个054B 我们看得到的一些曝光的 这个讯息的资料 包含了排水量6000吨 那它采用的雷达也是新的 双面旋转的主动电子扫描 阵列雷达 同时呢 它的武器大家也在看 它的快炮呢 可以达到100厘米 然后它据说呢 它有装这个高功率的微波 它可以来攻击无人机 再来就是它的垂发单元了 32个 未来呢 英级12反舰导弹 海红旗16 还有呢 直20反潜时针机都可以上舰 大家也在猜 未来还会不会有 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呢 将军 当然这个东西是 你只要有这个发射功能 换个导弹而已 这个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它这条船真正的意义就是说 海军作战的18班武艺它全有 以前它还有分工嘛 补击舰 巡洋舰 驱逐舰 对吧 它把防空 它有很强的防空能力 第二个 雷达增加了 它有很远的搜索能力 又锁定人家飞弹攻击的解算 解算就可以拦截嘛 它有反导弹的 它又有反舰飞弹 攻击人家船的 它又可以担任航母的戴刀侍卫 对不对 第三个 现在最流行的无人机作战 它又搞了一个高功率微波 它不要打你的无人机 它把你无人机里面的晶片烧掉 你无人机就坠下来了 所以你讲它 我们少林武功18班武艺 它好像全身都带到了 而且它只用6000吨 而且它也不小 6000吨 对 那蔡委员怎么看呢 很多分析是认为说 它已经这个速度 以及这个 已经超越了美国的星座集护卫舰 你知道星座集护卫舰的消息 好像是在今年8月份还在切钢板 现在大陆的已经造出来了 这个我们传统上的说法说 料敌从宽 断己从严 就是说两军对立的时候 我要把敌人 很多的优点当然一定要看成优点 很多的缺点 也不能把它看成缺点 叫料敌从宽 什么叫断己从严 就是我的自己的军队明明已经训练得很精凉了 可是我不吹牛 我一定要挑剔出所有可能的问题 明明是优点 也要看里面有没有缺点 如果是有缺点 更要当作严重的缺点来处理 这个叫做断己从严 这个不是孙子兵法以来就教我们这么做的吗 可是美国国防部官员 好像是变成他们的宣传部官员 那这个如果是解放军的 哇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你美国应该鼓掌不很开心吗 你在意干嘛 对啊 对不对 你们很开心吗 解放军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有符合中国的兵法的传统 我们这边讲的老半天你看过他吹牛没有 他的国防部从来没有去做一些什么 什么官宣去吹牛 他顶多在征兵的时候 把那个阿兵哥拍得好像很帅气 很英勇这样子而已 他从来没有拿他的武器 每一次都还要我们媒体在那边追 他还什么歼20还用个布盖子不给你干 所以这是解放军是对的 他什么事都把美军想得很强大 美军的优点都与正事 然后自己如果有什么弱点的话 这都还是他们几位军事专家 一个一个把它解读出来 你几乎去查他的新闻 发言人的时候的新闻稿 他说从来没有 你说哎呀 那个福建建是不是 什么时候西装 什么时候下水 攻得怎么样 他几乎是在嘴巴上拉个拉链 都没有关系 都是很多这个军事里曝光 对 这个消息 拉链 所以这个解放军传统是好了 不像那个美国动不动就有什么 印太司令部副司令 说哎呀我们很容易就把解放军给打垮了 是这样子吗 你是宣传官员还是什么 还是国防官员 这两个角色都搞不清楚 算是很奇怪 所以如果解放军这么差 你们也就不用担心了嘛 就像以前李登辉那个脑筋根本袖斗 相信日本人 他就是假日本人 就相信真日本人嘛 动不动 哎呀中国崩溃论 中国经济不会发达 就搞个老半天 本来的确的 中国的经济 在李登辉没有当总统之前 真的是输给台湾 人均GDP总量 李登辉干了十几年 这个总统下来以后 台湾根本没办法跟中国大陆比 那崩溃的是谁 所以我是觉得这些政治人物 有时候民主政治底下 就要靠吹牛起家了 跟那个什么东国援 英乎那种先行出身的 没什么两样 好的确 那就是总结一下 很多专家都认为 包含在排水量的部分 包含在雷达的部分 包含在垂发系统的部分 解放军现在的速度 都是赢过美国的新极箭 好 再来因为今天议题比较多 我们直接进入这个 大家都在看的 华为Mate 60 Pro 捅破天的这个通讯 卫星通讯功能 8月29号突然间 因为没有这个发布会 通常是要开发布会 才开始卖 没有 直接卖 然后直接很多人形容 比较夸张 一秒售庆 真的喔 一秒就卖光了 因为它的确有很多的 这个突破包含了全球首支支持 卫星通话的手机 在观音圈上的这个 售价是人民币 6999元 那么今天我就看到这个 大陆的环球时报的 这个前总编辑 胡锡进他就说 现在呢 网路上不是有很多人 在测试吗 说喔 跑出了5G的速度 胡锡进你直接做了一个评论 叫做 美国拦不住中国 孙昌军 这个东西 因为美国在晶片作战里面 对中国大陆很多 插脖子的手段 也的确造成中国大陆 这个高级晶片上的困扰 那这种封杀 再加上这个 美国的Apple的这个手机 全世界制造了很大的一个销量 也制造一个reputation 就是它有这个光环 那华为 经过这么艰困的环境 好不容易突破这个晶片 他就选在雷蒙多的同一天 选在这个Apple的这个手机 发表会里面同一天拿出来 但是它唯一的卖点就是说 5G的功能你有我也有 但是我有一个叫 可以跟卫星连接 网络中断的时候 我跟卫星连接还可以 这就是它的卖点 但是能不能一局把Apple干掉了 还有待观察 因为我们用手机的人 用惯一个牌子 它的亲和力很重要 就是说使用方便性 跟这个习惯性 那华为可能还要下很大的功夫 我希望先从中国大陆支持华为 让它能够 老百姓通通爱国买这个华为手机 让它能够奠定它的这个作战能量 然后让全世界去推展 因为华为在国外也有些销路了 但是也是被美国禁止得很凶 没错 所以它应该先要抢本 什么叫抢本 你不要中国大陆的手机用户 通通被Apple拿走很多 你应该在华为把它拿回来 拿回来以后 有了这个足够的资本 再向外扩张 我们是乐见了 你要想但是今天这一款 一秒杀 新东西出来都是秒杀的 对不对 那问题就是说 后面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壮大 所以现在大家也在讨论 很多人都说 怎么会跑出这个5G速度呢 晶片哪里来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数字 本命题一定 蔡委员等一下要留给蔡委员时间 所以突破美国封锁了吗 因为毕竟华为 为什么我们要拿出来谈 因为它就是一个指标 大陆就是卡 美国就是卡华为嘛 尤其就是卡它的手机 但现在不死华为就是这样子 现在传出说 华为Mate 60 Pro搭载是麒麟 9000s的晶片 还有鸿蒙4.0的系统 很多人从晶片的角度在看 那蔡委员您认为呢 华为这一款 这个麒麟9000s晶片 其实就是手机的CPU 那对 美国是把高通禁止以后呢 华为拿不到高通的晶片 所以它就自己设计 设计这一款不容易 第一个 从它的设计软体开始 华为自己开发 用设计软体设计出晶片 自己这个设计晶片 然后设计晶片以后 再转给这个中心去制造 那它跑出5G的速度的时候 就表示它整个系列的设计系统 从设计软体 一直到设计速晶片 一直到制造晶片 都已经能够到达10奈米以下 那现在被测试出来说 应该就是7奈米 要不然它不可能到达5G的速度 所以709000S晶片 能够取代高通的晶片 当然它不一定能够跟高通 最高等级的晶片来比 但是到达5G已经没有问题了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第二个我们知道 手机不只是CPU重要 GPU就是绘图软体更重要 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传照片 我们都喜欢看影片 没有GPU不行 那GPU就是靠NVIDIA 有人翻译英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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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黄仁勋的公司 本来黄仁勋好心是说 A100那一款最畅销的GPU 被美国禁止 它设计A800要卖给中国 现在结果连A800 最后都被禁止 那华为其实早就在布局了 它也一样用它原来的设计软体 竟然能够设计出 这个GPU的晶片 而且制造得出来 同样的也是要10奈米级以下的 这种规格才有办法 跑出5G级的GPU 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第一个 它的软体也是自己设计的 它怎么在短短三年内能够制造 设计半导体的软体 可不是我们在家里随便写一写 那种软体 那是一个很高级的软体 很精密的软体 华为做出来了 因我判断 不是说因为它被禁了以后才开始 我认为这样三年来不及 一定早就在准备了 早就在准备了 那只是被突然间一下子 凑走不及被打了以后 才把武功拿出来好好锻炼一下 那个软体设计以后 设计晶片又是一门学问 不是设计软体 就一定设计得出晶片 你知道黄仁勋 那个英伟达公司 倒闭了三次以后才把东西做出来 台积电 虽然现在我们看它成功了以后 我们都给它鼓掌护国神山 好棒好棒 你不要忘记 亏了四个资本额再出来 再活过来的 那不是蒋经国 不然哪一根金达收线这么相近 赔再压 赔再压 就是川将军讲的 要有远见 对不对 科技的部分也是一样 也有点赌运气 没有赌性就没有冒险 没有冒险 不会有重大成果 我同意 这个有远见还要有魄力 对 同时也不止赌台积电 他还赌曹星成那一家都没赌赢 他赌了好几家都没赌赢 他赌了好几家都没赌赢 大陆也是一样 赌了好几家 现在中兴 昌江村族起来好几家都倒了 科技产能就是这个样子 黄仁鑫这么会经营失业的人 都会倒三次 他运气好 爬起来了 AMD也差一点倒闭 后来这个 什么苏之锋进去 又把它弄起来了 所以这个有时候 但是华为经过这个三年 竟然能够赶得上 我印象中好像以前拿的评估是五年 他缩短了两年 对三年 而且他不只是说技术有所突破 他连这个设计的规格 他现在还没讲 因为久一份他先讲 因为这种 你GPU跟那个CPU 跟什么 要怎么组合成东西 到底是用安模架构 还是用RISC-V架构 安模架构呢 就是ARM的架构 是日本的这个Soft Bank手上的 然后RISC-V是 中国从美国加州大学买过来的 一款架构 那中国正在开发 如果是RISC-V的话 那就有可能像以前 录影代时代什么VHS 什么US两个竞争 结果一款被淘汰掉了 很可能华为这一款 就会淘汰掉 RISC-V架构 那Soft Bank软体的股价 就要下跌了 他最赚钱就是这个东西 他前几天才在DVA上市而已 而且创下600亿的IPO的市值 仅次于阿里巴巴 这是一个很大一个公司 可是就华为来讲 这一次不只是 我刚才讲的技术问题 竟然三年就这么成功的突破 他这一次在行销手机的锁法 是我前所未见的 他直接让网友这种测评的 直接实测 时间点 什么时间点 他故意选在雷梦多来的时候 故意突然间杀出来 他明明告诉大家 好像9月几号 他要开卖 要开发部会 结果他在官网里面 就趁着雷梦多一下飞机 砰就出来卖 就卖了 是这个时间点 结果网友就会想到雷梦多 因为雷梦多 现在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新闻 然后一弄下说 变成雷梦多 无形中变成华为的代言人 这个我看过行销 你没有这么高超过 我本来以为华为只是个技术公司 它不会是有这种脑筋 直接压过 以前行销就是 找个什么科技大佬站台 找漂亮的女明星站台 而且这个雷梦多是不要花钱的 这个代言会一省省太多了 而且最厉害的是 接下来据说有可能会有 三折叠屏的手机 主要就是一些更新一代的 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些新产品 引以下一代的折叠屏终端市场 可能要来抢咯 三星的市场 iPhone的市场 iPad的市场 一键双雕 而且今年 你有这个新手机 你做不做的出来 这也是一个重点 很多的时候下定了很久才能拿到 华为今年的出货量 原本目标是3000万只 现在已经又调了 调到了4000万只了 我们期待 好来接下来再看到了 宁德时代 这个也是让大家 哇 这个新电池 据说未来 这个电池的概念 会像加油一样 没电了对不对 我们就去充一下电 那加油有多快呢 来看一下 充电10分钟 让汽车跑400公里 天哪 对于我这种容易里程焦虑 你知道我看到我的油 剩三格 我就立刻 我就想要去加油了 或许你说你怎么会这么紧张 因为我就怕 虽然我还开得回家 可是如果我有急事 又要出去的话 那我不是变成我回家之后 我还要充加油站 那当然电动车也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电池就变成一个重点了 充电能多快 尤其是手机 大家现在习惯快充了 用那个慢 以前的那种旧电线充 你还受得了 充一个小时 我充五分钟 我就已经满血复活了 还有呢 重点是恶劣环境 负时度的低温环境下 三十分钟 它也可以冲到百分之八十 低温环境下 电量可以 这个零百加速不衰减 建长 这个 没关系 我问哪一位 都可以 将军先好了 将军 我讲重点 它这个三折叠式的 当然是一个新奇的 就跟电脑 跟手机合并了 但是将如何消除 这个太厚的一个问题 对 而且折多了这个 易损性的问题 你随便什么材料 你这么折折 折个几千字就断了 我真的容易摔手机 这个东西还要有待观察 但这个电池太可怕了 我的车子 修理车那么大 巴斯嘎伦的油 加油也要花个五六分钟 对 对不对 你也等 那电池的车子 最怕是加油 加充电 以前充电时间很长 早期的电动车 在家里 车里面要充一晚上 到了那个充电站 除了换电池以外 你要充等一两个钟头 但是你看 我们这个柴油跟汽油车 加满油也不够是跑六百公里 尤其是跑市区 除了跑高速公路以外 市区里面耗 耗油量大概也是六百公里 它这个电池车 跑到七百公里 是超越你了 是超越你了 就是说原来大家担心电动车 就是因为它续航力不长 对 是吧 跑一天或者跑半天 就要去充电 它现在可以跑七百公里的话 你跑个一两天都没问题 对 而且充电速度又快了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变成汽车业里面 一个颠覆性的革命 换句话说 以前的几个汽车霸主了 什么Toyota了 福特了 这可能 要不是被彻底打败 要不然就跟着它屁股后面 往上追 所以这个 将来变成大陆的汽车工业 突然变成汽车强国了 以前是美国 后来是日本 还有加德国 对 现在电动车往后看 他们都要跟着你跑 而且还要买林德电池 如果林德电池不卖它 你根本就跟不上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发展趋势 是 你看那个比亚迪 现在已经很神奇了 产量都到250辆了 对不对 那将来欧洲市场很快就可以打破了 因为欧洲人缺油 欧洲缺油 能有电动车 那就解决它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想 这个电池的突破意义很重大 没错 尤其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大陆的汽车业 一记车强行争 你知道吗 大陆现在要争取 他们全年的汽车销量 要2700万辆左右 同比增长3% 其中新能源汽车 就是达到了900万辆 同比增长30% 所以可以看到未来趋势了 建长 我以前 对大陆的电池有多进步 我不是非常清楚 后来大概四五年前 我第一次使用大陆的手机 它到今天为止 我坦白跟你讲 我才知道大陆的电池是何等的进步 我先不要讲这个手机怎么样 它这个电池低 有时候我可能 电量已经到了40 50% 充电 以前的手机 不管是韩国的 美国的 好长的时间 但是现在充电 好快就充饱了 这是让我很压 我说好快 可能10分钟 15分钟 可以把一个40 50 60的 给它将军充到宝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很久不使用 或者我摆在那里 一天完毕 我往上有时候一看 还有百分之八十几 除非我今天一直在看 这个在外面看YouTube 看这个影片耗电量大 它的电池的量 跟这么四五年还能到这样子 让我非常亮 因为电池本身是一个消耗品 你试试看 你保养再好 隔段时间它都会 充电量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这是一个 第二个这个三折的那个手机 我看到我真的是很羡慕 为什么 你知道 因为它是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可以用在这个iPad 智慧手机 还有笔电 你看像我现在这台笔电 对不对 这么大 如果我有那个东西一展开 我不是连这个都不要了吗 你看这台要多少钱 而且它重的要命 这个三折的一打开 能取代它 折起来是一个手机的电话 打开来可以玩电动玩具 它的市场太大了 那目前到底它能做 其实所有先进的这些电信商 都在发展 但是为什么华为的 好像让人家注意到 你知道吗 因为它申请了几个专利 但它申请专利 代表说它已经大概差不多了 要准备生产了 我希望能够很快去 能够它卖出来 它卖出来 我一定立刻买一个 最起码我不要 背这个那么重的 那个笔电重死了 人家压着我肩膀痛了命 对 现在都是大的东西变小 高科技都可以浓缩了 最后我们请蔡委员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来帮我们做最后 这次呢发展的是这个 4C的神型超充电池 整体的这个 让电池的续航里程 可以达到700公里 冷的地方可以充 10分钟让汽车跑400公里 您怎么看呢 这一款实在是令人讶异 怎么可能出现这种 这种电池 十分 这冲击的没错700公里 我老天爷 那我还要加油站干什么 对 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加油站不就要失业了吗 加油站的存在的目的就是 我大概开这个 差不多以目前的车子 大概400公里里面 都不用担心加油的问题 那它是700公里 那这个实在是太神奇了 不过我了解到 中国大陆现在的电池技术 是领先全球 是 领先美国 领先日本 领先韩国 然后中国大陆现在 产生一个很大的优势 什么优势呢 就是起码有六家很强的 电池公司互相竞争 拼得你死我活 今天林德时代发表这个 明天比亚迪发表那个 正面对决 安徽的国强又发表那个 他们好像 好像自己杀自己 比在外面竞争还要的凶悍 明明我印象中说 比亚迪说 我刀片电池 我打片天下无敌手 然后隔两天林德时代 你那个没什么 又连上 以前中国武侠小说里面 什么武当派少林派 儿媒派 你有这个我有那个 但是武器就打出来了 这一款电池 如果全部都商业化的话 那我不晓得 现在GM跟韩国那么合作的 在美国说卖的很好的 那一款电动车 还有活路吗 没有啦 为什么 这种电池可以装在 目前最困难的什么 货车上面 电动车 现在最头痛的是货车 为什么货车 我们一般小轿车 人再胖的 载重量也有限 可是货车 有的时候会载的东西 会超乎 你所需要的那个重量 几顿的 你今天货车 如果载一个脚踏车也就算了 几十辆脚踏车没关系 万一要载汽车 对不对 在矿沙 矿沙 其实中国大陆的电池 最近我越研究 我就发现它越可怕 东五四B那个 重点也是电池 你知道 它生产出来这么多的电 那个叫做什么电池弹射 瞬间那个弹射的电量 那是一个不得了的电量 它可以瞬间上去 瞬间又下来 全是电池 你就知道它电池技术太厉害了 在你们那种 渐停上的电池 有了好处 不用关心体积 卡车没那么多 对 车子装不了多少电池 所以它整个的电池技术 让你亚异 真的是亚异 表示说这一款车子 它的电池的体积没有增加 它的电池的重量没有增加 但是可以让你车子 跑得更远 因为每一辆车子 能够装到电池的东西 有限嘛 为什么你要放脚啊 对不对 而且充电快 那也很重要 是 所以 我们只能说 留位子给乘客做 不是有个字 你乘客坐太急 就不买你车子了 对 太小台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 喜欢开着休旅车 舒服嘛 可以载东西 所以中国我们从 宁德时代的电池 就看到了中国速度 这已经不是宁德速度了 这个叫做中国速度 各位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三位重量级来宾 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我们蔡博士 谢谢帅将军 也谢谢我们的黄建长 喜欢我们前进战略高地 今天都忘记告诉大家了 记得多多帮我们按赞 帮我们订阅频道喔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晚安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银痕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选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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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d 请不吝点赞